台股在這一波震盪拉股 我們要請教馮總監 現在如果要投資ETF 到底該選市值型還是高股息 很多高股息的投資人 都很揪心 這一波大漲一千多點 很多股民都在喊說 我的高股息ETF都沒動 六月來竟然才兩檔填息 對 我們來看 這是六月份以來 除息的高股息ETF 這麼多陽光 每一個都強調他這個是10%起跳 但是居然只有兩檔完成填息 其中一檔完成填息 居然是00940 我們來講一下 會不會填息重要的條件有兩個 第一個條件你息多還是少 因為你息越少的話 你缺口比較小 像00940他只有0.05 配得少所以當然填息快 如果缺口他配得多的話 這個部分來講就比較不容易一點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你的成分股 你的成分股表現不夠強的話 基本上來講就算你這個 年化配息率再高的話 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這非常重要 那這是七月份 這個要發放股息的這些相關的ETF 當然有包括債券ETF 也有高股息的ETF 很多洋洋灑灑 打叉叉的你可以看到 幾乎都是高股息的ETF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樣子 主要是這一段時間 輪動的個股並不是高股息的菜 我們舉例來講 市值型的ETF 今年以來從50幾% 到最後一名也有30幾% 我就算派最後一名來打的話 通通都贏所謂的高股息ETF 對不對 今年以來32%都全部完勝 對 全部完勝 所以你就知道說今年來講 高股息是比較悶一點 但市場上就是這樣 因為去年是比較流行 所謂的高股息 今年比較流行市值型 所以在下半年布局 我覺得不妨慢慢